血碎贯通及前建国造推手郑文龙董事长 荣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大地工程博士学位 历经产观学研的大地工程师 也是上山下海有荣乃大的工程师郑文龙董事长 应邀上2023年12月24日星期天早上10点到11点 有梦上水第156集励志节目 分享1989年被欧静德借调到南一快速公路筹备处副处长 1990年出任国工局副局长 1995年升任局长 国工局正副局长任内完成隧道贯通共45座 雪碎举办7次贯通典礼 13公里盖13年换来13分钟车程 山林西游乐区安定隧道四个月贯通 荣获工程精职 特优奖高雄副市长任内扮演抢救高捷公安意外的旧火源 2007年首次出任台船董事长 一年内完成台船民营化 2016年二度出任台船董事长连窥四年 指领基本工资23800元 前舰国造推动十分曲折 究竟面对什么重大挑战 海坤首舰本土自制率约四成是否因部分装备味道影响下水 右舶港测试 HAT及海上测试 SAT有无时间表 兼具学者人文气质的郑文龙 推动工程技术学术化及工程经验文献化 完成论文与报告超过200多册 如何留住前建国造参与研制的800位国家归岛